请收看 绘律法师 佛学讲座 在佛经里,有一段极精彩的比喻 说有一个人呢,被独见所伤 他的朋友,带他去看外科医生 假如当时那个人说 我不愿把这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是谁射我的 我才要拔出来 他是刹地利种 是波罗门种 或者是飞射种 还是守托罗种 这刹地种就是贵族 波罗门种就最高的 飞射种就是士龙工商 守托罗就是下剑种 那么他的姓名 以士族是什么 我没有了解他姓名士族 我不把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他是高的 还是矮的 中等身材 射我剑的人 他的皮肤是黑的 是中的 还是金黄色的 把我射剑的人 他来自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乡镇 我要不先了解这些 我不愿去除此剑 除非我知道 我是被什么弓箭所射的 弓箭是什么样的 哪一型的弓箭 箭鱼是哪种毛制成的 箭头又是什么材料 所制造的 如此 这个人必当死亡 而不得闻知这些答案 注意 这一段是在佛在讲试地法 出自原始佛教 这一段 注意听 这一段就是比喻说 这个毒箭 毒箭就是比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毒箭就是我们现在有生死之毒 苦恼 我们现在已经被箭射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生生世世 都是六道轮回 活着的时候痛苦不堪 而我们要去找那些没有意义的低音 找那些没有意义的低音 完全对我们现在的解除烦恼 没有帮忙 解除执着 没有帮忙 解除这个颠倒 没有帮忙 我们 现在重要的 是真说 我们被箭射到 重要的是赶快把这支箭 拔出来 知道吧 我们现在被贪嗔痴 这个三毒 射到了 重要的是要赶快把这个三毒 除掉 要赶快修行 听经文法 开大智慧 这个才是重要 可是有的人不是 外道就不是了 在能解经看 因为你们书看的不多 书的书看的非常多 那什么邪腹五基 哪邪腹五基算是 我看了都要用那个铁达尼号来载 我看了书都要用铁达尼号来载 什么邪腹五基 我看了 那他巴拉赛 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功 这一段 重要的 就告诉你 在能解经里面讲 就有一个外道的 你注意听 有个外道的来到佛陀的前面 他就问说 佛陀 这个宇宙 是有尽端 还是没有尽端 这世界的低音是什么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 这个宇宙到底是开放式的 还是闭锁式的 人类 它的低音是什么 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说无忌 无忌就是没有 你问了这些问题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宇宙是有尽端 我回答你宇宙有尽端 能解决你现在的生脑病时 贪嗔痴的问题吗 不能 我说宇宙没有尽端 或者宇宙有尽端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烦恼 没有 好 我告诉你 生命 人生 宇宙的低音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没有 没办法 所以宇宙对于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痛苦的分源 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内心里面的矛盾 愁忧苦恼 这些贪嗔痴 嫉妒整整这些痛苦的烦恼的心 没办法解决这些的 世尊说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中了这只剑 这只毒剑就是内心里面的坛诚词 生死的毒剑 一口气不来 命都没有了 有的人就是很 很 乐意探讨这些 没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不是你每一个人来问问题 释迦牟尼佛都一定要回答的 有时候你看这个大章经 人家来问这个佛陀的问题 佛陀连回答都不回答的 对不对 这个图形在旁边 就是嫩妒在那边 那个外道的一直问 问佛陀 一直问 佛陀不答 不回答 沉默 沉默就是答案 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生死 不但不能解决你的内心的烦恼 也无意义你自信的开发 佛陀不答 还有一种傲慢的外道 佛陀也不答 也不回答 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比喻 是正在讲这个 苦极灭带的道理 就讲了这些比喻